最近有關心柳正老師的事嗎? 我知道啊,就是柳正老師的事我知道 然後有就是跟他們的人有去聯繫這樣子 然後知道說知道一些狀況 那希望會有好轉 也是因為2012年演唱會所以跟他有交集嗎? 對對對,劉正老師有教我跳舞 然後在那個演唱會的時候 就是他幫我編了一些舞蹈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跟他有很多很多的接觸這樣子 老師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當時跟劉正老師那次合作上面的這個部分嗎? 因為老師他非常細心啊 因為他知道我因為一般就是一般學舞蹈就已經很難了 然後一個眼睛看不見的人他要學舞蹈 其實就是他會就是慢慢的一個腳步或者一個動作 他就是很細心的就是告訴你這樣的動作是標準的 然後讓你去模仿這樣的動作去練習這樣子 所以其實在那個練舞的過程當中就是他花了很多時間 就是每一次每一次的排舞過程當中都是他親自去來教我這樣子 那在練舞過程當中沒有比較印象深刻的這個部分嗎? 因為我剛好有那個有一個動作是那個公主抱 然後老師就說對這個公主抱要有時候要朝上朝下朝左朝右 我說那我就覺得說哇那時候那個那個那個動作是有一點困難 剛好我那個台劉真老師的時候其實是劉真老師比較輕 所以其實是還好 但是呢反覆練習很久很久以後呢 我記得就是那天練完的時候 我上那個上車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腰就有一點就是有一點那種酸痛的感覺 因為持續運動的時候其實有時候會有一些運動的傷害這樣 對但是覺得就是說跟劉真老師一起就是學舞蹈 真的是他花了很多時間教我 然後我也覺得還蠻開心的就是說 可能從來不會進入跳舞的世界 然後進入竟然有老師這樣的指導以後 開始對就是說你也不會覺得說跳舞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好像好像還蠻好玩的 他記得那時候跟他學了多久嗎? 因為就是陸續的 因為我們一定是從最基本的一些基本的步伐 或是說身體的律動開始 所以那幾個月都是在他們的那個舞蹈教室 然後他跟David老師兩個人就是一邊教我 然後一邊再告訴我說接下來這個動作要怎麼去做這樣 因為我們編了一個 那當時有一個歌叫做出運 就是一個快歌 網站去搜尋一下應該有 然後就是那個歌那時候就是要慢慢的一個動作一個動作 慢慢要先解釋然後再連結然後再全部一起跳這樣子 所以那個是花了一些時間 對 那你印象最深刻對老師的部分是 我就是 因為他就是 他老師就是很輕聲細語的 他每次就是他就是很 很有耐心的去跟你說 跟你說每一次 在解說那個動作的過程 那因為我們可能就是沒有辦法看到這個動作的形成 所以他必須要用手去 用手去帶著你的手 然後去摸每一個動作的位置 然後你才有辦法知道說原來這個角度是這樣子 就是用不斷的這樣的一個反覆的去摸的方式 然後告訴你 告訴你知道說原來這樣動作是要怎麼跳這樣 那如果接下去開刀 會不會在一些藝術或手術上 比較常都被在藝術上 對對對 所以那個 蠻早就已經有備好那個就是 就是N95的口罩 就是因為可能媽媽也要帶 就是會照顧我這樣 然後就是想說 也有跟足跡醫師說好 就是只要是OK就會趕快出院 對對對 嗯 嗯 節目的話現在是從哪一個開刀 因為今天就是我們這個 兩季的最後一次錄影了 對 所以就是都安排在 所有的那個工作都告一個段落 然後再去開刀這樣子 嗯所以沒有問題 所以休息的那幾個月是 最近完全都沒有工作 嗯 如果要站著的可能就不行 可是因為我還有一些 是像KKBOX廣播的節目啊 就是還有很多存Q的方法 就是我可能還是會 可能譬如說請歌手來我家訪問 或者是 或者是 因為我不用露整個身體嘛 所以也還好 所以我還是可以繼續展現我堅韌的生命力 對 在家也可以工作 專輯也在錄音嘛 對對對對對 所以你在錄音室的時候 其實他也可以坐著 做個唱歌 對對對 所以其實還OK 就是唱唱跳跳的可能就比較沒辦法 所以你是蕭哥有開玩笑留言 都有些人被帶拜訊 就有 有有有 不會不會 因為他就是最愛恐嚇我的人了 他什麼事情都還要恐嚇我 但我不會怕的 跟蕭哥說我沒在怕這樣 憲哥有跟你掛保證嗎 憲哥啊 憲哥他就一直說 我告訴你 這主持啊 就來來去去人 也是這樣去去流流 然後我跟他說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那天 代班主持的甄選太好笑了 來了30個 每個都來勢洶洶 就是 雙關的意思 就是很 真的很洶這樣 然後 化妝師也說 Lulu 隔壁那間很恐怖 所以我在 然後那集還要我自己主持 我就說好 那個那我們就婚姻這30位 要取代我的醜妹出場 然後沒有人要出來 當然開玩笑 但是他每個人都其實很好 很可愛 然後每個人都使盡 那個十八般無意這樣 但是最後的結果 很爆笑 你們可以就是盡情期待一下 那30個只有很可愛而已 很辣啊 誰啊 很漂亮的意思 就是都差我一點 誰 很多 很多 30個 就是從 因為他們好像真的是 在網路上有找啊 然後或是在就是藝人借著啊 所以 也有 有模特兒 然後也有一些 很厲害的素人 也有一些藝人朋友 然後有一些曾經過 我是好朋友 卻也要來代班的 的那種 我們最怕台灣 如果第三個要開始錄的時候 你要去什麼 我就好了 蛤 沒有我們後果就要錄了 沒有沒有 我已經門櫃製作人了 我現在確定去開刀 那30位的主持人當中 有沒有其實功力也蠻厲害的 嗯 都沒有 不擔心這樣 不擔心 不擔心 沒有沒有沒有 而且都其實沒有到真的到太漂亮 所以我覺得不擔心 不擔心 不擔心 那如果憲哥直接找吳山儒 喔 那可能有危險喔 哈哈哈哈 沒有 我最怕是 或是不見他直接還找陸西派來 陸西派已經在戴假髮了 隨時都要上來 對很可怕很可怕 那個 那個世間很險喔 從大邱回來的昌性主持人嗎 昌性主持人 哦 沒有欸 可以他不是都PO很開心嗎 就是還有吃東西什麼的 所以OK啦 一定是沒事的 他就好像在家隔離 真的假的 自主隔離 也要自主隔離 他回來第二天大邱機場就宣布關閉 好險欸 好險也回得來 至少也回得來 那就好 OK啊 那現在也沒我的事啊 哈哈哈哈 我也不用被隔離啊 可是我覺得每個人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對 覺得不管是什麼樣子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要身體健康 就是身體健康很重要 是不是冠軍更開心 沒有啦 沒有啦 大家都在身體健康啦 別人好知啦 對對對 什麼 又挖洞給我跳 傻眼 沒事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